好像我们去看一下股东会 看一下第二层次 先约定后法定 谈到这个问题 它需要区分两个点 第一个点的话呢 是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这个股东的这个表决权 谈到表决权的问题 大家搞清楚 它是先看呢 这个公司张厂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先看约定 然后公司张厂 事先没有约定的时候 才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表决权 这个行后顺序 大家搞清楚 第二层次呢 是关于这个会议通知的这个时间 就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提前多少天通知呢 先看一下全体股东 或者公司张厂 事先有没有约定 如果公司张厂 或者全体股东 还事先约定 说咱们这四个股东 岁数都比较大 走路特别慢 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需要提前365天通知 那就是365天 有约定的话 先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情况下呢 这时候提前15天通知就可 这是关于这个先约定 后法定的问题 但是前面讲到这个法定 法定的话呢 至少那三个法定 第一个法定呢 是关于首次股东会 他是要出自最多的股东 召集主持 这块是法定的 再按第二个法定呢 是这个以后的会议 由谁召集主持 这是会议 召集主持的问题 叫区分 再按第二个 是关于这个临时股东会 他的召开条件 包括三条 那其中哪三条 大家搞清楚 第一个是大于等于百分之十的股东 他用的是表决权 然后再看一下股东会 他的特别决议 特别决议的话呢 特别事项 包括四条 哪四条 说什么话都学会说 然后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特别事项的时候 是需要经过代表全部表决权 三者以上的股东通过 那块讲表决权的时候 他这块也是呢 用的是表决权 而不是出资比 这是呢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 大家把这张图 真正搞清楚 就差不多了 好 希望他们具体例子消化一下 先按第一题 某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加以丙丁 分别持有公司 5% 20% 35% 和40%的股权 该公司张成 未对股东 行使表决权 做出规定 既然没有做出规定 那么就按照出资比例 来行使表决权 而且这个公司 首次股东会 由谁召集和主持呢 他是必须 由出自最多的股东 召集和主持 而根据规定 哪个表述是正确 看一下选项 选A 要假的话 可以提召开 股东会临时会议 谁有权提召开 临时股东会呢 是代表表决权 板着10以上的股东 大一等于板着10 然后看一下 站在假的角度 他持有的表决权 只是5% 现在假的话 是无权提召开 临时股东会 赞选B 他只有丁 可以提召开临时股东会 这行不行 首先丁的话 自己 他占40%的股权 他提召开 可以 但是说只有丁 有权提召开 这个说法错了 因为这个乙丙丁 乙丙丁的话 都是大约当于百分之十 他们都有权召开 B的话不能选 再看选项 选项C跟D 他就判断的是呢 如果公司想增加注册资本 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 给他们处理 增加减少注册资本 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这个 他都属于有限的公司 股东会的特别局 需要经过呢 代表全部表决权 三分之以上的股东通过 就可以 我们看选项C 他只要丙跟丁 表示同意 就可以做出增加注册资本的局 要丙丁的话 他的表决权 表决权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他加一块是75% 75%的话呢 大约等于三分之二 所以C的话 这个说法正确 然后选项D 他只要 以跟丁表示统一 就可以做出变更 公司形式的局 以跟丁加一块是多少 以跟丁加一块的话呢 他只是60% 照三分之二 还差得远 对这种情况 只有C 说法正确 这就是小学算数的基本功 这是第一题 然后向上第二题 他加以病三人 共同出资500万 设立一个有限度的公司 这种加以各出资40% 并出的20% 和公司张厂 约定的下列条款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首先这个题目 要看清楚 类似的问题 咱们前面讲第五章 讲合伙企业 他经常出大 ABCD四个合伙人 准备共同出资 设立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AB是普通合伙人 CD是有限合伙人 和他们四个 在拟定的合伙协议中 约定了以下事项 其中符合规定的 他实际上就判断什么呢 什么情况下 是法定的 不能踩地雷 什么情况下呢 他是先约定后法 先约定后法 所以这个公司张成 爱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谈不上踩地雷的问题 我们看选位 股东会表决室 加以柄按照出资比例 行使表决权 谈到表决权的问题 表决权 先看约定 公司张成 爱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他可以约定 按照出资比例 也可以约定 不按照出资比 既然是表决权 怎么约定都行 所以谈不上踩地雷 A的说法中确 再按选B 召开股东会会议时 应该提前20天 通知权力股东 这个会议通知的时间 爱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不管是20天 还是28天 还是38天 都没问题 因为他只有没有约定的时候 还是提前15天 通知 这B的说法 正确 但选C 公司分配利润时 柄有有限分配权 公司当年利润 不多10万的 仅分配的柄 超过10万的部分 加以柄按照出资比例 进行分配 这行不行呢 讲分红权 分红权的话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只要呢 人家股东同意 对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没问题 再选D 说公司解散清算时 如有剩余财产 加以柄按照出资比例 进行分配 这个说法 也是正确的 只要选C 我们多说一句 因为他制定 公司章程的 公司章程 是全体股东 他制定的 他讲分红权 先看全体股东 事先有没有约定 所以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这点是可以的 所以选这个ABCD 但是讲的 这问题的时候 有人琢磨 他这不说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了吗 那是讲 普通合伙企业 他是不能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但这块是 普通合伙企业吗 这是公司 所以这个题选 ABCD 好下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考点 是会议记录 说股东会 他的会议记录呢 是由出席会议的股东 在会议记录中 签名就可以 但是讲的这个考点 去年咱们教材 增加了这么一个解释 来看一下 先看第一个解释 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票线公司 其股东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 金事会 都应当 对所举一事项 做出会议记录 由相关人员签名 这个会议记录呢 它只是证明 决议存在的 一个书面证据 它只是一个书面证据 而非决议的 这个法定形式 什么意思呢 说即使 没有合格的会议记录 但其他证据 也可以证明 会做出了 相关决议 比如说开会的话 全程有录像 因为它尽管没有书面的 这个会议记录 那么照样呢 表明这个会议 它做出了相关决议 当然公司张朝 也可以事先的 对决议的形式 做出规定 比如说公司张朝 我事先规定 说做决议的话 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必须签名 在书面上签名 这是个 如果公司张朝 事先没有这个相关规定 说即使呢 它没有会议记录 但是有录像 那么照样表示呢 这个会议 做出了相关决议 跟你的基本常识 一致的 再按第二解释 说股东会决议 它的法律效率 只要股东会呢 它依法做出了相关决议 它对全体股东 都具有约束力 不管是呢 投票赞成的 还是弃权的 还是反对的 还是没有出现会议的股东 只要依法做出的 对全体股东 都有约束力 但是呢 这个股东会的决议 它调整的是 公司内部关系 而不是公司 跟第三方之间的关系 如果想调整 公司跟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必须是以公司的名 跟第三人 签相关的 这个合同 这个对第三方 有约束力 这是关于股东会呢 这个决议的问题 大家稍微听一下 去年新增的 等我们稍微说一下 再看第四个考点 如果ABCD 这四个股东 它成立假 有限责任公司 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对有关事项 例如 对这个增加注册资本 这个事项 以书面形式 一致表示同意的 也可以不召开股东和会议 直接做出决定 并在 比如全体股东 在决定文件上 签名盖章就可以 不一定 非得说大伙子坐一块 先喝茶 然后再开会 再做决议 如果以书面形式 一致表示同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不开会 直接做出决定 然后全体股东 在决定文件上 签名盖章 就可 反正这个问题 去年教材 还是新增了这么句话 说全体股东 在决定文件上 签名盖章 他是决定的 这个书面证据 而非法定形式 如果没有决定文件 带着其他充分证据的 全程有录像 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可以证明 这个决定的存在 跟你的基本常识 是一致的 这是关于股东会呢 相关的问题 好笑看 第四个考点 是董事会和监事会 它的组成问题 现在第一个 是董事会的组成 对这个考点 怎么去理解 例如 ABCD 四个股东 他成立假 有限责任公司 谈到这个董事会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 董事会的人数 如果设董事会了 人数的话是3到13人 这是有限责任公司 后面讲股份有限公司 他是5到19人 人数的话是不一样的 必须是单数吗 没有这个说法 第一个是人数 然后第二个 这个副董事长 必须设吗 代表搞清 只要是中国人的公司 不管是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独自公司 还是上市公司 他是可以设董事 可以设副董事长 也可以不设副董事长 但是后边讲第12章 讲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的时候 他有个必须设副董事长 再看第三个考点 是董事长 他的产生办法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产生办法 这是由公司张成 张成规定的 公司张成爱怎么规定 例如公司张成规定 有这个最大的股东 当然董事长 或者他事先规定 有最小的股东 当然董事长 或者这个有董事会选举 都可以 他的产生办法 是由公司张成规定 就可以 这块法律 并没有强制性的限制 第四个考点 是关于董事 他的任期 他的任期的问题 代表搞清 他是不能超过三年 是小于等于三年 具体是三年还是两年呢 是由公司张成 他自己去规定就可以 法律只要给他画了个大圈 不超过三年就可以 让你公司张成 自己规定 可以是三年 也可以两年 四年行吗 不行 但是监事任期呢 监事任期的话 这块规定 必须是三年 这块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必须是三年 这个是法定的 两年的话不行 这是董事监事任期 但如果说 就是了三个董事 然后有一个董事的话呢 中间向辞职 行不行 肚子疼向辞职 这个不行 因为什么呢 如果你辞职之后 因为最少是几个人呢 三个人 你辞职的话 就人税不够了 在这个时候 肚子疼也需要坚守 工作岗位 直到公司 决进出新的董事 这时候你才可以辞职 不能提前 拍屁股就走 不计后果 这个不行 然后第五个董事 是关于这个法定代表人 有谁担任呢 对这个问题 前面讲过 是三选一 三选一的话 指的是法律 给他画了个大圈 他可以是董事长 执行董事 或者公司总经理 具体是谁 是公司张成 你爱挑谁挑谁 从他们三个里挑 可以 如果公司张成 他规定 有副董经理 担任法定代表人 这个不行 不能出这个圈 这是先法定 后约定 这个点 那就需要搞清 谈到这个问题 他后面会专门去总结 这个约定法定的 先后顺序问题 这是关于董事会呢 这几个考点 来搞清楚 然后咱们举个例子 看下 第一题 他说贾一饼三人 共同处资 设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该公司 董事会的表中 正确的 该公司董事会专中 说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对吗 贾一饼三个都是自然人 他可以包括职工代表 也可以不包括 什么情况必须包括呢 如果是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 或者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 他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两个股东或者三个股东 都是国有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再选B 说公司章程可以规定 董事的任期为两年 只要小于等于三年就可以 要规定两年 这个没问题 规定四年就不行 再选C 说该公司必须设一个副董事长 副董事长的话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再选B 公司章程可以直接规定 由贾担任董事长 这个说法正确 由董事长副董事长 他的产生办法 就是由公司章程规定 在这个题选B跟D就可以 好 下来看一下第二题 说方圆公司跟副春机械厂 就因为国有企业 双方共同投资 是这个副元有限责任公司 两个股东都是国有企业 马上想到了 在他的董事会中 是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然后出的比例 三比七 说关于复元公司董事会的组成 那个说法正确 再选A 说董事会中应当有职工代表 说必须有职工代表 这个说法正确 再选B 说董事张某在任期内辞职 在新选出董事就任之前 张某仍向履行董事职责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说张某的话肚子疼想请假 想辞职 你必须坚守到新的董事就任之前 才可以 这行不行 这个说法不对 一问什么呢 需要注意两个 包括两种情况 如果这个公司董事会 就有三个董事 如果张某辞职 你辞职之后剩两个 对于这个法定最低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是必须坚守工作岗 但如果这个公司董事会 有13个董事 你张某辞职了 还剩12个 12个这种情况下 你赶紧走人可以 谈不上必须坚守岗位的问题 但这个题呢 他并没有告诉你 说到底董事会几个董事 在这个谈不上是必须坚守岗位 只有说因为他辞职 导致人数呢 董事监视的人数 低于法定最低要求 低于三个了 还需要坚守岗位的问题 因此B的话不能选 但选C 说副院公司董事长 他说可以由小股东 方案公司 派人担任 这行不行呢 因为董事长的产生办法 这公司张成 规定 张成爱怎么规定 怎么规定 可以是大股东 也可以是小股东 这个说法正确 然后选D 说方案公司 跟副院接查 他可以通过公司 张成约定 不按照出资比例 分红 这行不行呢 有限责任公司 将股东分红权的时候 他是先看呢 这个权的股东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的话 先看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那么约定的情况下呢 才是按照出资比例 来进行分红 所以这个D的说法正确 可这个题选ACD就 这是关于这个 双方 他都是国有企业 既然是国有企业呢 在董事会中 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这个点 大家搞清楚 好下午看一下 第二个考点 是小公司 他的特别规定 来首先搞清 这仅限于 有限责任公司 前提呢 是股东人数 较少 或者规模较小的 有限责任公司 有数量标准吗 没有数量标准 所以这个小公司 只要你认为 比较少 就可以 股东就要三四个 人数较少 董事长老师 不可能出一个 有38个人 成了一个 有限责任公司 这还较少吗 这不叫较少 所以这个小公司 大家需要搞清 他这个规范 叫授权性规范 什么意思呢 谈到这个董事会 董事会的问题 大家搞清楚 他可以设董事会 也可以不设董事会 他自己选 如果不设董事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必须设一名 这个执行董事 如果设董事会了 是3到13人 不设董事会 设一名执行董事 这个执行董事 大家搞清 他可以接任公司的 这个总经理 然后执行董事 能担任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吗 大家搞清 这块并不是 必须担任法定代表人 有法定代表人的话 三选一 三选一的话 包括什么呢 董事长 执行董事 或者公司的 总经理 所以这个执行董事 他是可以担任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然后第二个 是监事会 谈到监事会的问题 大家需要搞清 他可以设监事会 也可以不设监事会 如果设监事会了 我就两个股东 我就喜欢设监事会 这个可以 如果设监事会了 当然这个监事会的人数呢 要大于等于 三人 而且在监事会中 他是必须包括 这个职工代表 只要你设监事会了 就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而且职工代表的比例呢 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就是设监事会 怎么处理 大家看一下 如果不设监事会 怎么处理 不设监事会呢 我设一到两个监事 这是可以 一到两个监事 他可以是一个 也可以是两个 如果就设了一个监事 或者两个监事 在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包括职工代表吗 大家需要搞清 因为如果设监事会的 这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我没设监事会 这种情况下呢 就可以不包括职工代表 我就一个监事 不是职工代表 这是可以的 所以这点呢 必须搞清楚 这是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的问题 但如果是股东会呢 你走明一下 股东会 如果是两个股东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会的话 是必须设的 必须设 什么情况不设股东会呢 如果只有一个股东 如果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是博有独自公司 一个股东 他可以 肯定是不设股东会 现在是两个股东 两个股东的话 必须设股东会 但是董事会监事会 这块可以选 就这张图是必须搞清的 然后呢 我们举几个例子看一下 像第一题 中国公民贾与饼 共同设立家 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规定 该公司必须设立的组织机构 是什么 A 董事会 董事会的话 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要的是股东人数交少 然后选B 监事会 监事会的话 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然后选C 股东会 股东会是必须设的 然后选D 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 大家搞清楚 我就十个职工 十个职工的话呢 直接召开职工大会 就 如果是呢 三千个职工 三千个职工呢 如果都去开职工大会 根本放不下 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选择代表 从三千个职工里边 选一百个代表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这是可以 所以这个职工代表大会呢 是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的 所以这个题选C 就可以 这是第一题 然后想要看第二题 某有限责任公司 共有股东三人 根据规定 下来各项中 该公司必须设置的是什么 还是三个股东 董事会 可以设也可以不设 监事会 可以设也可以不设 股东会 要三个股东 必须的 然后总经理呢 总经理的话 是可以设也可以不设 通过这两个题 大家把这个组织机构的问题 就要搞清楚 考虑个基本相同的题目 找看第三题 他甲乙丙三人 共同出资八十万 设立了有限责任公司 其中甲出资四十万 已出资二十五万 并出资十五万 15年四月份 公司成立之后 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会议 而关于本则会设下的情况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看选A 说会议有假着急和主持 这个首次股东会 是必须有出自最多的股东 着急主持 这块是必须的 说法正确 然后选B 说会议决定不设董事会 行不行 它是小公司 它决定了 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董事会 它决定不设董事会 这个可以 然后由假担任这个执行董事 因为他不设董事会呢 说必须设一名执行董事 说执行董事 必须是由出自最多的股东担任吗 要假是第一大股东 执行董事 由这担任呢 这个法律并没有限制 可以是第一大股东 也可以是最小的股东 这个可以 然后假呢 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这行不行 要法定代表人 还是三选一 可以是董事长 执行董事 或者公司董经理 要这个题 它没设董事会 再谈不上董事长 这个执行董事 当然法定代表人 这么做没问题 必须说法正确 大家选C 会决定 不设监事会 就是一名监事 这是可以 监事会呢 它可以设也可以不设 如果不设监事会 设一到两个监事 这个没问题 优以担任 看到这的话没问题 因为我没设监事会 因此 可以不考虑 职工代表的问题 就让股东 股东或者股东代表 来带人监事 这个可以 但是监事任期 两年 这行不行 来搞清 如果执行董事 他任期两年 这一块是可以 因为董事任期 不超过三年 小于等于三年 但是监事任期呢 法定的必须是三年 因此两年的话呢 这块不行 再敢选D 他会决定了公司 经营方针 和投资计划 对不对 这块召开的是 股东会的会议 股东会的话呢 他决定公司的 经营方针 大政方针 和大的投资计划 由股东会决定 这个说法正确 但是经营计划 和投资方案呢 这是由董事会决定的 有这点搞清 所以这个体 把C排除 选ABD就可以 再个第三个考点 是董事和高级关联人员 不能接任监事 为什么不能接任呢 因为前面讲 监事会的职权 一边丫鬟 看着另一边丫鬟 所以这个说监事会 要看着董事高管 因为董事高管 就不能接任监事 这个问题 如快09年 考过一个单选题 看着 他下了表述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他选A 说董事 可以接任公司的总经理 这个说法正确的 好的人印名片 都是董事 总经理 这个没问题 然后选B 说董事可以接任公司的监事 这个不行 然后选C 公司总经理 可以担任监事 因为总经理的话 属于高级关联人员 他不能接任监事 然后选D 公司董事会秘书 董秘的话 也叫高级关联人员 他是不能接任公司的 这个监事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A 就可以 这是兼职的问题 好想看 第五处考对 是一人公司的特别规定 首先需要大家搞清 这个公司法修订之后 以前规定 一人公司 说注册资本 最低的话 不能低于 这个十万元 现在的话 把注册资本 最低限额的规定 已经 斟掉了 但第二个 以前老规定的 说一人公司 他是不允许 分期处资 现在的话 把这个规定 也给删除了 要是就算是一人公司 他说我的注册资本 是一百万 一百万的话呢 我分三年 慢慢出资 照样是可以 他可以分期出资 以前规定 不允许分期出资 把这个问题先搞清 然后看一下 其他的特殊规定 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 叫计划生育政策 一个自然人 只能投资成了一个 一人公司 而且该一人公司 不能再投资成了新的 一人公司 什么意思呢 说张某的话 这投资人 他投资成了一假公司 这个可以 然后又投资成了一公司 都是一人公司 他名下 有两个一人公司 这个不行 有点违反的计划生育政策 然后呢 说 这个假公司 又下边再设立一个饼公司 这行不行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他是不能再投资成新的 这个一人公司 就这个一人公司 不能再投资成新的一人公司 这是计划生育政策 和段子决策政策 当然有人说 说是现在不计划生育政策 放开了吗 放开的话 是放开 但是现在的话 大家搞清 对这个公司这块 一人公司的话 这块放开了吗 这块可不随便生 不能生而胎 这点搞清 而且讲这个政策的时候 来说区分 他仅限于 这个自然人 自然人的话呢 他受这个限制 但如果是法人 法人的话并不受这个限制 例如说假公司 他是法人 然后假公司的话呢 说了A 这个一人公司 这是可以 然后假公司再说了B B的话 这一人公司 照样可以 法人的话不受限制 但是自然人 他需要呢 需要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这是第一条 还有第二条 说一人公司 他的股东 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 但是呢 在执照中 必须要公事 你到底是个人赌资 还是法人赌资 再看第三 是公司张朝 一人公司 他照样是必须 有公司张朝 由股东来制定 就可以 然后第四 是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的问题 来宣告清 这个一人公司 首先呢 他的这个股东会 股东会的话 这肯定不设的 因为这一个股东 你开会的话 照着镜子 才俩人 这肯定是不设 股东会的 然后第二个是董事会 董事会的话 大家搞清 因为他毕竟 也属于小公司啊 我股东人数 较少 所以董事会呢 他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如果设董事会 还是三到十三人 设董事会 如果不设董事会的话呢 就说一名 这个执行董事 但执行董事的话呢 还是可以接任 公司的 这个总经理 执行董事的话 也可以担任公司的 这个法定代表人 这是董事会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是关于 这个监事会 一人公司 他可以设监事会 也可以不设监事会 如果设监事会的 这个人数的话呢 要大约等于三人 而且 如果你设监事会了 就必须包括 这个职工代表 这个比例的话呢 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如果没设监事会 他可以设呢 一到两个监事就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不考虑 职工代表的问题 这是三会的问题 然后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的话呢 谈到这个总经理 总经理的话 他搞清 这块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这个总经理 总经理的话 并非必设机构 这点搞清 对有限责任公司来说 对所有的 有限责任公司 你不管是小公司 还是一般的公司 总经理 都并非必设机构 他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这是组织机构的问题 好 下来看呢 关于这个财务监督 说一人公司 必须 必须的话 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并经会计数据审计 他是必须审计的 讲到这来搞清 并非所有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 都必须经过审计 说一般的普通公司 他的财务会计报告呢 可以不经过审计 但是一人公司这一块 他是必须经过审计的 但第六条 说法人人格否定原则 对这个问题 怎么去处理呢 例如 他说王某的话呢 说例假 这个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他也搞清 公司的话 正常情况 他是法人 正常情况是法人 既然法人的话呢 法人是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 就公司 以公司的全部财产 对公司照承担 有限责任 例如 说假公司 像银行的话 贷款一千万 到期不能还钱 公司全部财产只有四百万 对这个不足的六百万 怎么处理 你的话则债权人 能找王某吗 正常情况不行 因为公司是法人 出现资不抵债 依法申请破产 就可 但是什么情况例外呢 戴搞清 什么叫公司呢 公是公 私是私 他站在王某的角度 站在股东的角度 他自己都不能证明 股东自己不能证明 哪个是公司的财产 哪个是他个人财产 他自己都不能证明 二者是独立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否定 他的法人人格 你就别说你公司是法人了 你自己都分不清 公司财产 跟个人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股东 就需要对公司债务 承担 这是人格否定的问题 这是呢 对一人公司 还有特殊的人格否定 前提是股东 不能证明 讲到人格否定的问题 大家好像所有的公司 都会出现法人 人格否定的问题 咱们举例子看一下 比如ABC 三个股东 他成立假 有限责任公司 假公司的话是法人 法人的话呢 他是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 公司与公司的全部财产 对公司照承担 有限责任 那么站在股东的角度呢 股东的话 也是承担 这个有限责任 C的话 我认脚的出资 一百万 C的话 当时就知道 最多这一百万 血本无归 不用再掏别的钱 他是以认脚的出资 文献 承担有限责任 站在公司的角度呢 如果你正常情况 老老实实的做人 你不折腾 我就承认 你是法人 例如 假公司正常 向银行贷款一千万 到期不能还钱 公司全部财产 只有四百万 股东的话 谁都没折腾 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资不抵债 依法申请破产 就可以 跟股东 没关系 这是不折腾 我就按照法人 去处理 第二问题是 你折腾 你折腾的话 干的不是人事 我就不承认 你是法人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几个股东 首先呢 他公司成立之后 他采取虚假 额头 向银行 贷款一千万 钱到时候之后 都买了冰棍 吃了 整天吃冰棍 肚子疼也不怕 都吃了冰棍了 然后呢 到期 当银行找他们 要钱的时候 他把党监牌拿出来 我们这叫公司啊 我们是法人啊 出现资不抵债 准备申请破产 行不行 不行 有股东 他滥用 法人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 目的是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 公司债群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承认 他是法人 在这种情况下 谁折腾 如果C折腾 C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ABC一块折腾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股东 应当对公司照承担 连带责任 就可 这所有的公司 都有法人 人格否定的问题 但这个艺人公司的话呢 还多一条 多一个他股东 自己不能证明 公司财产 跟个人财产是独立的 这种情况下呢 也是否定 反人格 所以呢 艺人公司是两种情况 都适用的 如果他滥用 滥用的话 这种情况 照样是否定 他的反人格 好笑 咱们举两个例子 看 像第一题 他刘某出的12万 设了一个艺人 有限公司 公司存续期间 刘某到下列行为中 不合规定的 是什么 看选A 决定 尤其本人 当然公司的总经理 和法定代表人 和扫地的 和擦桌子的 行不行 可以 这艺人公司嘛 爱给自己 封个什么官 封个什么官 没问题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搞定 这两个东西 能不能并用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让自己 当总经理 和法定代表人 这个可以 因为法定代表人 是三选一 他可以是董事长 执行董事 或者公司 总经理 这是可以 所以这块 并没有踩地雷 但如果决定 尤其本人 当然公司的副董经理 和法定代表人 就不行 因为法定代表人 不能是副董经理 来担任 再看选B 决定用公司盈利 在头的设立 另一个一任公司 断的决寸政策 这个B的话呢 这个不能选 但选C 决定不制定公司张场 行不行 一任公司也必须 指顶公司张场 然后选D 决定不编制 草块就报告 这个说 错的 它是必须编制 草块就报告 而且必须经过审计 做这个题的话 选A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二题 它根据规定 哪个表述是正确 按选A 一任公司 说必须设 股东会 错了 它是肯定不设股东会 按选B 说一任公司 在每个快捐的重量时 必须编制 草块就报告 但是可以不经过审计 说错了 必须经过审计 按选C 说一任公司的股东 既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如果是自然人 有计划生育政策 法人的话呢 谈不上计划生育政策 再按选D 当公司债券人 要求股东 对公司照承担 连带责任的 说这个公司债券人 有义务证明 公司的财产 不能独立于股东 自己财产 谈到这个证明的问题 是谁不能证明啊 是股东个人 他自己不能证明 谈不上债券人证明的问题 所以这个说法 错了 所以这个可以选C 就可 会议人公司的问题 就讲啊 会议这讲 我们就先到这儿了 优优独立AAAA 铃铃银 אם她轻意 立ats 就我们重新 优独立 容 平